那后来你演的是《无颜的结局》呢 还是《但愿人长久》啊 对 不是 它就是《无颜的结局》 因为那个时候吧 就是其实你对感情 包括对爱情 什么是爱情 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是本能上的东西 就说根本我不清楚 你像我22岁了 我还不懂什么叫爱情 所以就像我就 我记得过去有一个话剧吧 就是年轻人不懂爱情 我就那个不懂爱情的那个 后来你们两个分手了以后就分手了 分手可能就分手 很快啊 没有 也没多长时间 就是有个一年吧 那分手还是你的原因啊 不 不是我的原因 就是你也就是这个 我是属于什么的 有的时候认准了一件事吧 我觉得那个还行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 这爱情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轰轰烈烈的 所以你不可能说是你的问题 你知道吧 所以他就一直是还很狂热的 去享受这种甜蜜 当时这里面是外地的 我说你没事 你过来吧 来不了了 我说你下次再也来不了了 过去都是 你还没说呢 他说就要来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来不了来不了 这就出事了 因为咱也不傻 后来我觉得 到就来不了 就来不了 那挺逗的 你一直告诉我说 你永远是被人追的 因为你是比较清高的那种男人 没有没有 然后这个被人甩 也是你 没打算之吧 对 他这个被人甩过 不是被 经常被人甩过 每个人吧 可能都会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时期 因为我觉得 这感情这一块吧 特别不是我们人 所能够去掌控的 就是很微妙 现在的爱人 我知道是你们 在一起玩的时候 朋友聚会的时候 认识的是吧 对 我觉得他因为 感情这东西就是要碰 像我这个 属于是第一次碰 见到我人家 咱不能说是装大义狼 大义狼吧 但是起码地不能够说 对主动就对 跟人家那个表示 你好你好 没有没有 就是你好 其实自己 这个妹妹还不错 但是不能说呀 这你香了 你们两个结婚以后 到现在已经有 挺长时间的了 不长 绝对不长 不长啊 不长 那你结婚也够晚的了 太晚了 因为 那你以前都干嘛了呢 以前 就剩谈恋爱了 不要 没有 就跟他 一直跟他 没有跟别人 什么就跟他 就跟他 就 谈那么长时间 对 我们俩差不多有个十年 十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 这叫酒精考验 我们俩去年 我们俩去年 去年 说去年吧 说的是奥运会是 8月8号 对吧 但在8月8号领证的人特别多 说要从这个网上就开始定 说一个月都给定了 我说咱们呢 也别敢行事 去年的7月4号 3号 4号 哎 四几百天登记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 就是 半天是3号还是4号 3号 4号 3号 3号 把这事儿也办了 然后办了以后呢 我周围的朋友 说那你得 这个你得 给人家弄一个仪式啊 你看这仪式又是形式主义 我就觉得这个 别弄 把这个后来 把这些相对的好朋友 大家晚上吃顿饭吧 人家说什么油头啊 没油头就是吃顿饭啊 一吃饭的时候跟他说 哎 我们俩领证 今天跟大家说也是就完了 哎 喝杯酒 恩一祝贺 挺好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着 哎呦 人家都跟你谈了十年了 然而好不容易 你给人有个交代了 还不把这个婚礼办得像个样子 没法办啊 这个要一办就麻烦了 这一办吧 你得多多少桌啊 咱不是说花不起这钱 办这个桌 咱是没这体力支撑 你演戏挣那么多钱 你干嘛呀 不是 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是没这钱办不起 这个婚礼 是没有这个体力支撑 这个婚礼 是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亲朋好友太多 你都说一百桌 不多 三百桌 也不少 我要营造 估计等多个四五百桌 他不叫谁 都不合适 你这么大的事 你能不叫吗 你一叫了 来了 你这是干嘛 你是结婚的 你是干嘛的 但是呢 我交朋友多呀 你交朋友多吧 你怎么得我 我这个人吧 刨根问点 钻牛角尖 刚才你说那个 你们谈了十年 我到现在我觉得哈 我挺同行你夫人的 居然能等了你十年 你想哈 婚姻嘛 就七年之痒 有这说法 有 那你中间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 有 小岔什么的 有 也有 有 全新